青山区的万寿社区有一项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特殊食材 当地人叫PR 也就是利罗 采集时使用薄铁片将利罗从岩石上刮下来 而这个过程就叫做兔PR 而为了让在地的年轻人与学童了解这项在地特色 万寿社区就将采利罗设计成为活动 首两个场次开放给在地的长辈 与公所遗迹中角国小的老师 让在地的乡亲先来体验回味过往的记忆 这次非常感谢我们万寿社区发展协会委员局市长 也是第一次在青山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在我们的中角湾海域朝间带的部分 来做一个利罗的挖取采食的 其实也是一个食农教育 所以当天我们参加了除了地方的人 也有一些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做一个体验 这个平常我们可能在一般的海产店里面会看到它的蹤影 那我们在我们的金山市场里面也有一些贩卖的地方 但是数量不多 因为这个在北海岸或者东北角 其实沿海都有这个产物 那这个是渔民或者是一些妈妈 很辛苦的在海边去做一个采食挖掘的动作 其实现在采集利罗较少 因此2PR也成为了在地民众的童年回忆 近几年社区也意识到这项社区特色应该好好保存与传承 因此也设计成为活动 让体验的民众明白利罗采集的过程 进而也让小朋友知道平常吃到的利罗是从何而来 我觉得其实可以大力的推广 那尤其也是利罗能够生长 也是证明我们这个海域是干净的 那有些地方也许会生长的比较繁盛一点 那有地方比较稀少 那不管怎么样 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也许在我们的中小学 可以带孩子们来做一个亲身的体验 是一个很好的食农教育 透过采集请洗到料理 一步步带领参与者体验 万寿社区期待透过体验 传递社区文化与生态保育 以及吸食吸服的理念 而金山区长体验这项传统采集之后 也期待能够将这个2PR设计成为食农教育的一环 让在地的孩子都能体验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家乡的文化给传承下去 介绍品汉金山采访报道